四方玄弓合体 这是玄弓合体与夺魂三世的巅峰对决 究竟哪种神功更胜一筹 就在刚刚 易水寒与东方白石父子相认 妄图利用东方白石练成夺魂三世 东方白石不愿助纣为虐 狠狠给了易水寒一个大逼动 被易水寒重新给关了起来 易水寒一记不成又生一记 既然不能短时间内练成夺魂三世 那就只能引出袁孝天等人 趁他们未能练成玄弓合体除之而后快 于是易水寒听从无法无天的建议 将云飞和丹丹三人带了出去 放言会在三天后烧死三人 迫使袁孝天等人自投罗网 东方白石极力阻止易水寒 希望易水寒看在他的颜面上 不要伤害云飞和丹丹三人 东方兄 他连我这个抚养他长大的娘都要杀了 一听到袁孝天的名字 易水寒的火爆脾气立刻涌了上来 他此生最想杀死的人 就是整天和他为敌的袁孝天 东方白石见易水寒执迷不悟 要易水寒将他也一起烧死 免得让他成为千古罪人 以为我不敢 易水寒总算还有点人性 只是点了东方白石的穴道 没有真的出手杀了东方白石 养不教父之过 易水寒成为今天的大魔头 东方白石自认为有很大的责任 他不停地用头敲击着牢门 试图想办法去阻止易水寒 东方白石很快想到了办法 他捡起了两颗鹅卵石 用尽全力将两颗鹅卵石弹射出去 紧接着快速转过身来 让鹅卵石击中封闭的穴道 借此解开穴道恢复了功力 这时的东方白石如同睡醒的雄狮 轻松震断了手上的铁链 双掌运起魅力猛地往前一推 劳门立刻炸裂开来 与此同时 云飞三人被带到了晴天广场 绑到了早已准备好的木桩上 谁知武师已到 颜笑天几人竟还是没有出现 石臣已到 他们真的不来 不 再等一会儿他们肯定会来的 武师已到 放火 易水寒圣目之下命令直接放火 而就在这个危急时刻 颜笑天五人及时赶到救人 易水寒见五人出现 飞身用出了迷魂射魄 轻松将五人逼退了回去 西门弱水见识到屁魔剑法的厉害 立刻让众人使用玄弓合体分庭抗力 眼见玄弓合体威力强大 易水寒用出了惊魂夺破 与颜笑天四人展开了巅峰对决 由于龙刚未能炼成天火燎原 玄弓合体的威力不够 因此易水寒的惊魂夺破更胜一筹 将颜笑天四人打飞了出去 西门弱水见识不妙 要四人先行救人暂避锋芒 易水寒春风得意冷笑一声 挥出了一道磅礴剑气 将云飞三人击上了半空 随后趁着西门弱水救人 再次挥出一道剑气 直接将袁笑天四人打个口吐鲜血 纷纷摊倒在地受伤不清 却不想龙刚的寒月宝刀 机缘巧合掉在了柴火上 竟让龙刚获得了一场大机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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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压 我